今天 许久没有出现的梅根·马克尔现身了 在她主持的一档播客节目中 她和嘉宾小威廉姆斯侃侃而谈 明明主角是小威廉姆斯 结果因为梅根再次爆料王室生活 又抢了对方的风头 2021年3月 哈利夫妇在奥普拉访谈中 第一次爆料了他们在英国王室的遭遇 把王室成员挨个儿都提了一下 批评了其中一些人 无论是公公 大哥 大嫂 还是父亲和哥哥 姐姐 梅根都批评了一通 不仅如此 麦惨也是她在采访节目中的惯用伎俩 还记得梅根在那个节目中说 她在英国王室过得生不如死 一度想要自杀 英国王室成员看到她过得不好 也不向她提供任何帮助 不到一年半 梅根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她的播客节目中 她对英国王室发起了新的抨击 她声称 差点在南非一场火灾中 失去了儿子阿奇 还没调整好心情 就立即被王室成员告知要继续执行公务 还透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梅根哈里和Spotify公司在2020年签了合同 宣布要为对方制作高质量的播客节目 眼看两年过去了 一个像样的节目也没有出来 有消息称 哈里夫妇在最近一年中压力很大 经常被金主催促 对方甚至下令 让他们在节目中曝光一些王室的事情 来博人眼球 结果梅根又开始卖惨了 梅根在播客中谈到了儿子阿奇 在南非的悲惨遭遇 她说 曾经一度我站在一个树桩上 正在给妇女和女孩们做演讲 结束后我们得知 我们住的地方发生了火灾 婴儿房着火了 当然 作为一个母亲 你会想 天哪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当时每个人都在流泪 每个人都在颤抖 我们该做什么 继续执行公务 我想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2019年 苏塞克斯夫妇去别处执行公务时 把儿子放在了他们住的房子里睡了一会儿 然后这对夫妇就离开了 开始了他们的访问 只有来自津巴布韦的保姆 劳伦守在阿奇身边 他习惯用布袋把阿伦绑在背上 为了到楼下取零食 他把阿奇带到楼下 这时电暖器着火了 梅根说 就在保姆下楼的那段时间里 婴儿室的电暖器着火了 那里没有烟雾探测器 是有人碰巧经过走廊 闻到了烟味 走进去把火给扑灭了 他本来应该在那里的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说完上面的话后 又开始批评英国王室了 公爵夫人补充道 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孩子 尽管之后我们要搬到另一个地方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离开他 去参加另一场活动 旁边的小威廉姆斯 听到了梅根的这一番描述后 声称自己不会撇下孩子 继续去执行公务的 无形中站在了梅根这边 紧接着 梅根又提到 她在怀孕的时候 简直是太累了 梅根和小威廉姆斯 在整个节目中都在谈论和女权主义有关的事情 提到女性怀孕这事 小威廉姆斯称自己很享受 很快乐 梅根则表现出一副非常羡慕对方的样子 忍不住拿对方和自己来比较 一开始 梅根在称赞小威廉姆斯 孕期很性感 后来又谈到了自己在王室的生活 甭提了 你在孕期多么美好 你那时候多么性感 不像我 每天都在忙碌 我太累了 太累 天哪 听到梅根说的话后 小威廉姆斯开始安慰她 称自己没有考虑她的处境 说出的那些话 并问她那时候是否面临压力 梅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是的 是这样的 这里的潜台词是什么 是梅根在告诉人们 她连儿子都不要了 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拼尽全力为王室服务 换来了对方的不重视 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捞着 炮轰完王室成员 梅根还把矛头对准了批评她的人 她花了最大的篇幅 来阐述自己有野心 并不是一件坏事 告诉外界 她是如何因为有野心 而被外界误解 没有嫁入英国王室以前 梅根除了演了几部戏 什么都不是 挤破头了 都没有打进美国好莱坞 曾开设过一个播客来带货 也没有挣很多钱 除此以外 她家里条件一般 也离过婚 凭借着这样的条件 她却进入了英国王室 说梅根完全是因为真爱 嫁给哈利王子 是不可能的 她有着自己的野心 想要出名 外界也无时无刻不再暗示 她嫁入王室是有目的的 梅根不信邪 她直接说道 我有野心又怎么了 我在洛杉矶的中学就读了六年 从始至终都相信 女性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 野心不是一个坏东西 嫁入英国王室后 梅根表示自己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开始慢慢抵触 有野心这件事 在我开始和我现在的丈夫约会之前 我个人从来没有感觉到 雄心勃勃这个词背后 有负面含义 所以自从我感受到了 她背后的消极情绪 真的很难不去感受她 不能忽视数以万计的女性 变得更渺小 越来越渺小 梅根这里的言外之意是 人们有一种误解 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一定是精于算计 自私 好斗 或喜欢攀高知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每个女性都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梅根在谈论这一切的时候 都是笑着说的 如果她真的过得这么惨 她如何笑得出来 她的话值得人们进一步去斟酌 女王让哈利王子娶了梅根 给她提供了一份美差 梅根却不感恩 一直在卖惨 为了堵住悠悠之口 让英国王室成为众师之地 梅根是在想着法子 在为自己的自私找理由 考虑到这个播客节目 还有很多集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还真的悠着点了 宝石蓝颜色的服装 高贵又迷人 还给人满满的高级感 这款元素的服装 备受王氏贵族成员欢迎 不少王妃 王后 出席正式场合都喜欢宝石蓝裙 上身效果 肤白还美的闪耀 就拿约旦新晋王楚飞来说 一洗宝石蓝礼服裙 挽着王楚的胳膊 颜值与气质并存 不输给被媒体称为 最美王后的婆婆呀 约旦王氏晒出王楚侯赛因 与王楚飞拉杰瓦的官方订婚照 只见未来王后选择宝石蓝礼服裙 还是百折款设计的面料 看起来立体又高级 一头波浪卷发放一侧 非常迷人又漂亮 这身造型 不管是身材还是美貌 都不输给婆婆拉尼亚呀 婆婆拉尼亚也穿过宝石蓝裙 一身修身款式七分袖设计 脚踩同样是宝石蓝的高跟鞋 走在街头优雅不识贵迹 太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只是领口拉低了档次 没有准儿媳的威领 干练利落 看来拉尼亚的儿媳妇不简单 订婚后的官方照美貌不淑漂亮的婆婆 英国王室的王储当年订婚 王储飞也是选择宝石蓝裙 只是款式不如约旦王储飞的高大上 不过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要比约旦王储飞笑得自然 据悉 凯特的订婚戒指是已故婆婆带飞的遗物 一款宝石蓝珠宝钻戒 比裙子美得闪耀呀 已故丹安娜的美貌也是公认得漂亮 她生前穿宝石蓝裙子 佩戴同款钻戒 要比儿媳妇凯特贵气多了 看来婆媳俩不能拿来比较 毕竟在哪个年代 戴妃的着装还是那么时髦 放现在也不过时了 凯特的订婚造型 却不如婆婆的闪耀与高级美 瑞典王室女王储出席正式活动 不但穿宝石蓝礼服裙 还手拿宝石蓝手包 一身宝石蓝造型 头戴皇冠气场全开 太有未来女王气场了 这件礼服裙裙摆到地面 短袖的设计 正好巧遮住粗壮的胳膊 被维多利亚女王储驾驭得刚刚好 维多利亚的母亲是瑞典王后 接待外宾或者参加王室宴会 也会穿宝石蓝礼服裙 只是她的款式简约大方 还佩戴钻石皇冠 项链 耳坠 做点缀 一身珠光宝气的打扮 气质出众又简龄 如果不看脸的话 绝对不输给年轻人 感谢观看 我现在看脸 我现在看脸